在姚明和王之志退役之后 一剑联扛起了中国队的大旗 成为了中国队当之无愧的一哥 回顾近十年的中国男篮 虽然在国际大赛上显有胜利 但他对于中国篮球的贡献是不可抹灭的 更是几乎一直凭借着一己之力 拉着中国队前进 从04年雅典奥运会开始 到2019年世界杯结束 一剑联已经为国征战了16年 成为了男篮历史上为国征战最久的球员 本视频所涉及年龄以官方公布为准 所以数据截止到2020年8月29日 时间回到2004年雅典奥运会 NBA名帅银狐哈里斯 一眼就相中了一剑联 此时的一剑联17岁 在姚明男男进不了八强 我就半年不刮胡子的霸气宣言中 中国队小组赛最后一轮险胜赛黑 挺进八强 在姚明和巴特尔为核心的中国队 阿联尚显稚嫩 在出场时间很少的情况下 场景贡献1.8分 3.2个篮板 2006年世锦赛 一剑联已经是国家队的重要战力 他和姚明王之志被视为中国队新的移动长城 并和王之志在4号位上分享上场时间 场均贡献6.2分 5.7个篮板 同年12月 一剑联随中国队在多哈亚运会获得冠军 2008年北京奥运会 阿联职业生涯第二次奥运之旅 那时的中国队姚明是绝对核心 但阿联已经是国家队不可或缺的一份子 此时的一剑联才21岁 共出场6次 长场首发 投篮命中率52.7% 罚球命中率90.9% 是球队2号得分手 仅次于姚明 对阵德国队的小组赛 中场前一分钟 德国队反扑 比分被追到一分 眼看气势就要盖过中国队 正是他最后时刻一记关键中投 中国队险胜德国闯入八强 那时的一剑联并没有完全成长起来 我们一度认为 中国男篮的明天还远不止八强而已 即便一剑联还未成熟 但谁都知道 他将成为中国篮球下一个十年的核心人物 但是在成为男篮一哥的道路上 还是免不了批评和质疑 2009年亚锦赛决赛 面对着伊朗的黄金一带 尽管王志志拼尽全力 砍下24分 一剑联也得到11分11个篮板 但还是以18分的差距惨败给伊朗 2010年世锦赛 阿联第一次在世界大赛独挑大梁 他场均砍下20.2分 10.2个篮板 一次助攻1.2个抢断 帮助无瑶的中国队打进16强 他个人荣英赛会篮板王 场均德温排在赛会德温堡第五 2011年亚锦赛 拥有美国规划球员怀特 和正值巅峰期的阿巴斯的约旦队 击败伊朗和中国队会师决赛 决赛中我们几乎全场处于落后局面 而正是一剑联防守端的盖帽 和进攻端的杀伤 点燃了中国队士气 并最终以1分险胜对手夺冠 阿联全场25分 16个篮板 成为夺冠的头号功臣 2012年伦敦奥运会对阵西班牙队 面对大小加索尔和伊巴卡 三位当打之年的NBA球星 伊剑联用中投 被打和爆扣 声声凿下了30分 12个篮板 率队在前三节咬住了比分 要知道 当年的西班牙队 在决赛中差点先翻美国队 可见内建西班牙队的实力 伊剑联能拿到这样的数据 实属不易 赛后 大加索尔表示阿联 已经做到了姚明当年所做的 本届奥运会 中国队小组赛五连败出局 阿联在场均32.6分钟内 得到14.8分 10.2个篮板 0.8次助攻 2.2个盖帽 最后一场对阵英国队 他得到10分 14个篮板 其中篮板数 凭了中国队在奥运会历史上的 个人单场记录 而他前后总共三次两双的表现 也凭了先前姚明保持的该项记录 可以说 本届奥运会就是 伊剑联国家队生涯的巅峰之作 2013年亚庭赛 伊剑联保受大腿拉伤的困扰 缺席数场比赛 中国队连续输给韩国 伊朗和中华台北队 仅仅获得第五名 2015年长沙亚锦赛 中国队卷土重来 比赛现场 球迷齐唱歌唱祖国 让中国队士气大震 在最多落后20分的情况下 莫杰上演超级逆转 战胜韩国 半决赛对阵伊朗 中国队终于迎来复仇的机会 阿联多次上演 隔人爆扣 三分线外 严设哈达迪 比赛最后时刻 怒送盖茂 率队70比57 击败年迈的伊朗 昂首挺进决赛 决赛中 中国队以78比67 战胜拥有布拉切的菲律宾队 重回亚洲之巅 拿到了队史第16个亚庭赛冠军 并获得了2016年 礼约奥运会的入场券 伊建连在本届比赛中 场均得到16.7分 8.8个篮板 1.4次助攻 1.2个盖帽 并入选赛会最佳阵容 成为本届比赛的MVP 而在2016年的礼约奥运会 是中国队史上 最年轻的一支队伍 平均年龄只有23.3岁 最终以小组赛五连败 结束了奥运之旅 转眼来到2019年 南篮世界杯 伊建连代替殷商退出的周鹏 首次担任国家队队长 这个生性比较腼腆的大男孩 已经习惯了为中国队 和年轻的小伙子们 扛下所有的责任 首战科德迪瓦 我们都知道 没有人比伊建连更渴望这场胜利 因为在过去9年 中国队没有在世界大赛中 赢得任何一场胜利 伊建连作为球队核心的强大威力 在下半场竞险 他逐渐在进攻端找到状态 中远距离命中 背身单打扣篮 伊建连把他的武器 一一亮了出来 那一刻像极了他年轻时的样子 在他的猛攻下 科德迪瓦的内线防守 显得不堪一击 伊建连半场比赛独得17分 以15分优势击败对手 时隔9年 再次在国际大赛上取得胜利 四轮比赛面对强大的对手波兰 伊建连打出了本届世界杯的最强一战 贡献了无可挑剔的24分 8个篮板 在中国队危难的时候 让中国队重新启示 再加上最后一截的湖顶三分球 几乎锁定胜利 可是后来发生的事就不多说了吧 输给波兰之后 中国队和委内瑞拉 展开了争夺小组出现权的生死大战 然而他们整场比赛都被对手压制 直到最后也没能实现翻盘 即便是在最需要疯狂反扑的最后一分钟里 中国队能站出来得分的人 也只有一戒联 对阵尼利亚 这位30多岁的老将已经拼尽全力 在25分钟里得到27分 6个篮板 2次助攻 1个抢断 面对实力明显强于自己的对手 阿联一次又一次杀进内线扣篮 三分线外干拔 眼神里满是不放弃 拼到底的坚毅神情 数据的背后 我们看到他一次次在前后场奋力奔跑 不知疲倦 看到他以一己之力对抗4名尼利亚球员 看到他愤怒地拍着皮球 看到他被换下场后 大口喘着粗气 累到无力抬头 可惜中国队只有阿联一个人在攻坚 还是双拳难敌四手 这场比赛阿联赢得了所有球迷的尊重 所谓虽败犹容 大体如此吧 谈及19年南篮世界杯 是很多球迷心中过不去的坎 其中最为遗憾的就是西拜波兰 一片大好形势被毁 让中国队冲击奥运会的难度大大增加 除非出现奇迹 很多球迷认为 虽然输了比赛 可是一键连没有输 确实看过比赛的都知道 这位南篮一哥在球场上拼尽了全力 本届世界杯 中国队两胜三负最终排名第24位 创世界杯中国队史上最差战绩 失去了直通奥运会的资格 一键连场均得到17.8分 7.8个篮板 1.24助攻 一个抢断 一键连是至今仍在亲身经历 中国队从辉煌到低谷的人 所幸 他的内心足够坚硬 一路面对质疑和褒奖 他只是沉默着努力做好自己 在场上平尽全力 为国家队奉献一切 是的 我没有你们期待的那么好 我本是姚明和王之志身边的小弟 但当他们老了 时代赋予我重托 我必倾其所能 且永不放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建议别人总是把你和姚明去进行一个对比吗 挺建议的 应该把阿联叫上来 我有请阿联 你怎么顶啊 顶得了 你顶不了 顶得了 你顶不了 顶得了 这是我见过的 最让我高兴的班长 太高兴了 不快 赵川领基地传的不太 我每一个人都没有私话的担务 第十六次获得拿大压力三个军 五十获得一二一 赵川队 刚才其实赵川队直接往上上这个 赵川领基地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